那我帶我們學校 剛好就是負責我們學校的城市教育的 那個實驗計畫 也剛好獲得交易局6萬塊的經費 然後他要我們要庫克雲 還要成果發表什麼都要 然後6萬塊的經費 可是那6萬塊的經費 我們就羅本艾特的這個課程開起來了 然後S4A的進入課程我也開起來了 我就用那6萬塊就可以買這些材料 然後我就可以在社團上開始開課了 那我那個機械人體驗影這一本課本 那異學他的技術非常的好 不過因為他太年輕了 那他教學經驗當然比較沒那麼多 我已經教學25年了 所以我當時在看他這本書的時候 我是覺得他的主題非常的棒 很棒的是我把它定義成 它是一個入門課程 那我那時候我就在思考說 因為他的課程編排在教學上 他的難易程度差太多了 因為他是以單元為標準的 那他的單元所以他的紅綠燈、機器人、機木車 他是一個一個單元 那他前一個單元是很簡單的 可是後一個單元他突然那個語法 他的那個Squatch語法跳得非常難 所以我當時就在思考我要怎麼去 我要怎麼去教這個課程 然後我後來決定 因為我是就是每一堂課上完 然後我自己就做修正 那我當時我們在社團開的課程是 我目前是這門課是有17個三年級的學生在教 那我在上的過程中 我第一堂課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會有很多大量的影片的概念 然後讓他們知道其實機器人 它就是一個它整個它是一個改成 但是它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硬體 那我也讓他們知道說這門課其實就是一個 你接觸的第一堂課 第一門課 然後這一門課就是要讓你 讓你了解就是所以就是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不會教得很難 那我是讓學生這樣了解 那之後那一堂我兩 因為我們社團是兩節課連排 那我就讓他們玩一下那個 用遙控器玩一下羅本艾克機器人 那第二堂課開始 我連續排了三次課 全部都在上羅伯埃克機器人 而不是紅綠燈 那原因是因為三年級的學生 我如果第一堂課就教紅綠燈 這門課就會得到 原因是他們會覺得很無趣 太難了 所以我是從機器人開始 因為機器人的魚把 你如果仔細看完這個課本 你就會知道機器人魚把是最簡單的 而且也不用組裝積木 所以你沒有組裝積木的困難 這麼